如果你的生命还剩下一分钟,你会做些什么? 在未来世界里,人们学会了操控时间,每个人都可以活到25岁,但是到了25岁,手臂上就会开始倒计时,那是每个人剩余的时间。 打工可以增加时间,买东西也会扣除时间。 男主是一个穷屌丝,他手臂上剩下的时间只有一天,所以他每天都要为了时间去打工。 眼前的这个女人是男主的妈妈,今天是她的生日,但是她马上就要去交房租还贷款,也没有什么时间。 他们约好了下班回了庆祝,小帅就出门上班了,在他上班的地方,经常会有人时间到而死亡,他们都司空见惯了。 工作完了的男主正在领工资,却发现工资被客扣,男主心里愤怒却没办法,只能去酒吧找机友,却看见了一个拥有一个世纪的夫人。 夫人在酒吧里各种挥霍,引来了时间大道,时间大道表示想和夫人搬手腕,从而赢下她的时间。 夫人在去厕所时,男主找机会救下夫人,夫人说自己已经活了一百年,他想寻死,才会从夫人区跑到这里来。 夫人趁男主睡着,把自己的时间都给了他,男主醒来以后从窗口看见夫人坠桥而亡,男主跑到桥上,看见自己手上的时间,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他去给了好友十年,然后便在车站等自己的母亲,但刚刚还完贷款的母亲没有时间坐车,只好跑回家。 就在他们快要碰到时,母亲的时间耗尽了,男主抱着去世的母亲绝望地哭喊着,他已经黑化了,想让那些制定规则的妇人付出惨痛的代价。 与此同时,另一边,时间管理局的队长正在桥下调查那位死亡的妇人。 他通过摄像头看见了小帅,但是此时的小帅已经前往夫人区,他耗费了一年多的时间,终于进落夫人区。 这里和穷人区完全是两个世界,这里高楼大厦,人们穿着时髦的衣服缓慢行走。 在穷人区习惯的男主下车就跑,突然发现身边的人奇怪地看着他。 他停下来看了看自己的时间,没必要着急啊,在这里的人不需要跑。 在这个世界里,穷人和富人分别住在不同的地区,因为时间是这个世界的根本,富人可以随意控制时间的成本,他们几乎可以永生,而穷人则会因为时间不够而随时丧命。 路旁的一位美女看着这位奇怪的人,男主五星级酒店体验了一把,准备前往赌场,他想迎走富人们的时间,而这时的时间管理局已经锁定了他。 男主一上来就赌得很大,他们赌上了一个世纪的时间,这对男主来说是所有,可是对于这位富人来说却微乎其微。 最后一刻,男主赢了,他的时间翻了一倍,男主得知对方是一家世界银行的老板,而白天那位看着他的美女是他的女儿。 富商和小美欣赏男主的魄力,邀请男主明天参加他的邀会,他向男主介绍了三位美女,分别是他的丈母娘、妻子跟女儿。 他们看上去就像三姐妹一样,男主和小美在这里正式认识,两人刚跳板舞,就有一群人冲紧了,原来是时间管理局的人。 他们怀疑男主偷富人的时间,把他两个世纪的时间没收,只给他留两个小时。 白狗莫辨的男主打翻警察,挟持小美开车离去,刚刚回到穷人区,他们就中了时间大道的陷阱。 小美在婚礼中被抢走了时间,男主带着小美去机友那里寻求帮助,却发现机友已经意外身亡。 无路可走的二人只能共享时间,男主将小美的耳环变卖,成功卖了两个小时。 男主和小美商量,要不给他爸打个勒索电话? 然而,男主狮子大张口,开口就要一千点时间,他想用这些时间去帮助穷人。 然而,行长会同意吗? 在等待的时间里,两人通过聊天认识彼此,小美发现男主不是犯人,他很同情穷人。 小美知道男主是被冤枉的。 第二天,行长果然舍不得交这一千年。 男主让小美回去,小美生气的质问爸爸,为什么不交赎金? 突然,时间警察冲出来。 为了救男主,小美开箱打伤了警察,两人开车逃走。 在未来的时间里,每个人都可以操控时间,但是代价也很昂贵。 时间就是金钱,在这里是最完美的表现。 小美很认同男主的看法,穷人不管怎么努力也没办法,他不愿意再回到富人区过那种日子。 男主和小美决定去抢银行,而这个银行是小美爸爸开的。 他们把抢来的时间送给穷人。 这样的行为让他们被警察和时间大盗顶上,逃脱了队长的抓捕,又被时间大盗堵在房间里。 而带头大哥非要作死,让男主陪他扳手外。 男主趁对方看自己时间的空大,一瞬间赢了对方。 男主发现抢银行没有用,于是小美提一投降。 第二天,小美跑到富商面前投降,而男主却早已混在保镖群里。 他挟持了富商,还抢走了富商保险柜的一百万年时间。 富商告诉他们,你们这么做是没用的,只会让这个社会的秩序崩坏,可能会影响一两个时代。 但是后面还是会变成这样,因为谁都想永生。 但是男主和小美有自己的信念,他们把这一百万年分给了穷人们。 整个社会的秩序变得混乱。 时间管理局的队长费尽千辛万苦抓住了他们,但他追得太过投入,忘记了自己的时间。 男主把时间都给了穷人,导致自己和小美也没有时间。 男主准备把自己的时间给小美,但小美舍不得男主。 在危机时刻,男主看见警察的车,他连忙跑到车上拿到时间,马上掉头朝小美跑来。 同样的场景,男主会像上次那样失去自己的爱人吗? 千军一发之际,男主抓住了小美。 这一次,他没有失去最爱的人。 他们紧紧相拥。 故事的最后,穷人们都有了很多时间,纷纷进入了富人区。 而男主和小美彻底变成了劫富济贫的大道。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时间规划局在2011年上映,豆瓣评分7.0。 这是一部剧情人物设定都非常有意思的一部片子。 讲述了男主从一个穷人报复到富人,被冤枉成谋杀案的逃亡之路。 在途中,绑架了时间银行的女继承人,两人对现有的时间管理机构不满,而联手推翻这个机构。